诗篇105篇第15节 说 帮我难为我受高的人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你想想 如果我们不懂得从我们的角度 就是神的事 怎么看这件事 我们会觉得他们又可怜 但其实他们是可恨多个可怜 所以就是神的事 其实是制造西里本岛 加南美地的情况和事 给我们看见 我们要站在神的光景 去看整件事 所以神是怎样看加南呢 神就说 给以色列人听 其实我忍了他们很久 你反过来看神的事 因为神的事 永远看两边 在他们过这个约旦河之前 其实是神给了四十年 加南美地的人去预备的 因为以色列人明明在一年变了四十年 明白吗 即是说 当以色列人拖了四十年 但是加南美地呢 圣经记载的 他们听到这群以色列人是分开不开的 他们听到这群以色列人是有神职 有歧视 他们听到的 所以才机遍人 走来求和而已 是不是 他们听到的 神给了四十年 他们都是不悔改的 所以就进去杀了 其实他们可以悔改的 拉俠是其中一个悔改的 明白吗 拉俠就是听到之后 然后悔改的 那你想想 四十年前拉俠是什么呢 其实很大机会 拉俠其实是未出世的 因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 他们是未出世的 你想想 四十几岁做妓女 哪个人要啊 你想想他应该是十八二十二岁的岁数 难道我八十几岁的阿婆 这句拉俠是八十几岁的阿婆 你还要想 拉俠是在这件事之后再跟以色列结婚 然后成为主耶稣的祖先 那你就知道加拿美帝的人平均是四十五岁就死了 那你能够想像拉俠其实是多少岁 所以以色列人 如果你想想神的事 应该是全面看的 我现在是帮神的事 全面看这件事 当然我们当故事看 但神其实是 比了四十年 加拿美帝的人 但他们不求和 不投降 也不接受他们 所以只剩下拉俠可以在热力过程当中 唯一他可以得拯救 所以神引了他们的四十年 你知不知道 所以现在如果说回我们 这个时代很多基督徒 其实由我开始教会 神都引了他们三十五年 起码香港那班 叫做 坏人 可以这样形容 因为都不能够当他们基督徒 坏人那班 明明听了整个教导 他们明明都要违抗自己的良心 他们都要 掩住良心 去攻击我们 甚至不接受 而明天 在死到临头的时候 走到来 接受我们的时候 还要选择来接受 明白吗 那些人值不值得我们 帮大家聚 或者跟进他 我们只能够说 你想死你就死了 你不要回来犯我 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二经还要选择 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把你最下流的圣界的发扬光大 最自私 最悲壮 还要在灾难当中 明明神审判你了 还要好像说到 神是错的 这样就收工了 这些就是 其实已经神推出他们的光景 去到一个很抵死的光景 才让这个审判开始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从神的事情来看 加勒美地神是给了40年的时间他们悔改 他们完全不悔改 所以才一进去完全 可以说已经迟了的审判 所以他们是 圣经记住了很多次 他们听到以色列的风声 他们听到他们的过海 他们听到他们走过这些 神迹歧视 而且是直到拉鲁的口去说 所以记住 总之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拉鲁都没出世 有机会发生这件事 差不多十多二十年之后 拉鲁才出世 所以这件事 你想想想有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所以变成石安的教导 也是免费的 也是拿出来的 但是这个世代 那些人听了几十年 几十年 35年了 我相信了都40年了 他们听了35年 那怎样呢 现在 你以为香港的人 还有机会不记得 石安教会吗 没有的 外邦人都记得 石安教会是什么教会 是的 基督教会更加记得 但是他们做过什么呢 在这些真理上 在这些信息上 他们做过什么呢 所以变成真的到审判的时候 他们是值得的 所以在 未来我们就应该以 神的事怎么看这件事的转变 因为 每次神的审判 圣经都记载的 神是 他的慈爱 他的忍耐 是很长的 他给的机会是很多的 但是 如果神要用到这些审判的话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印证 一定是神的 这些审判 因为我们 这些十一年都是 照着神的声音 方法 我们无论是 行动上的预备 心态上的预备 已经证明现在发生的 就是我们预备的东西 所以 已经证明是神隐无我人 所以我们不要 所谓叫做 濫好人 因为近代多了一些 这样的字 叫濫好人 就是说 明明对那些 那些壞人 明明对那些 十阿北赦的人 你还要怜悯他 然后让他杀多些人 让他败坏多些 这些就叫做濫好人 是不是 所谓做善事 做善事 所以一事同仁 对好人又做善事 对极极极极极极极的人 都做善事 你對好人做善事,你真是救了他 但對窮人極渴的人,你還要給他機會殺十個八個人 你變成萬惡,你比那個惡人更加可惡 因為神明明想殺他 你放過他 你說你是好,因為你不想殺這個人 你不想這個人死 但結果 我雖不殺白人,白人卻為我而死 這就是你害了其他,被這個惡人跟著殺的那些人 他出了去殺,十個,一百個 都是因為你放過他 但明明神已經要滅他了 看不看 所以 在未來的日子當中,我們的心態要有神的觀點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來自我們的信心和信息 去產生你的審判 如果你的信心一消失,這個信息的審判就會消失 神會藉著我們的信息去審判他們 而你們親眼見 這幾年就很明顯的就是石安的信息 石安和神同心 然後說出這些信息 成為時代的審判 如果我們親眼見到這些審判 所以未來 你千萬不要想著,未來的幾年是不是 我們會變變了,然後握機關槍出去掃瓜他們 不是的 都不會變的,仍然是繼續說神的信息 然後審判一直臨到 但你能夠參與 這個同心,這個相信的話 繼續使得我們的信息能夠達到這件事的話 其實你就會成為辛苦之一 詩篇105篇第15節 說 幫我奈為我受高的日 也不可惡待我的先知 神大愛不留 情意最深厚 遍到各族百載千種寸流 神大愛心人 時尚在機有 詩人聯盟伸手 玩救 我神給我 神給我請求 將疾痛意志 使你最久 想過我天守 晴天陰天 命斷我走 我神給我暴徽 夜冷暴風 等一個手 何盡愛死 永測不透 心內 心配 遍到 你們 後 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